Hello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繼續說股票推介的歐洲篇 但在說之前 John在Facebook說到 航空業未必是值得去長戰投資的 因為巴菲特也說過 航空業每個幾年 就要修改過一批飛機 所以是很充滿的行業 我絕對同意 正如我上次也說過 他未必是一間 你和他共同成長的 一住在長商私手幾年至十幾年的 價值投資的公司 但因為他由16.5元跌到11元 所以我就覺得 在市場挫價裏面 值得來投資 另外兩個評論 原來巴菲特是做他對家 航空業的對家 他是其中一間 Copper Jack的公司 老闆 Bashar Harvey 另外一個 就是 現在航空業的飛機 通常是用 Lease contract 國泰有一半機 都是Lease contract Lease contract的好處 就是他不需要每個幾年 就很飯本地 去扔很多錢 純粹就是在 Cash flow裡面 等於我們Lease car 雖然在金融資訊 都仍然要顯示 他為一個利益 會計制度裏面 讓投資者覺得 他仍然在借錢 而且令他 不會那麼容易走資 騙你 這是題外話 只要知道的 OK 今天就講歐洲篇 我就會推薦一間 叫做Sanovit 的一間 包 CAM 就是藥物股的公司 為什麼會是藥物股呢 其實我自己也投資 不少的藥物公司 Johnson Johnson GSK 和Sanovit 相對來說 Sanovit的價格 比較低 先講了一些藥物股 需要資的地方 然後再講 這間公司 藥物股有幾件事要注意 因為他是買藥物 所以其中一個最大的費用 就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不過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有一部分 可能會變成 Pattern Wire 各方面 反映在資本 未必 任何東西 都一定是全數 來去 Expense Depends on accounting rule 如果你看回他的 Financial statement 就16.16%左右 就是他每年的R&D 佔了一個很大的數目 其實 R&D 有兩三樣的關鍵 首先就是 在他的研發過程當中 如果 要通過了動物測試 人體測試 政府通過了之後 才可以上市場購買 如果有任何失敗 就要重新研發 或者政府改例的時候 又要重新做更多的Research 當你Research的時候 就賺不到錢 你又要繼續 要扔錢下去 這是其中一個 藥物股的壓力 第二個壓力 就是 當你研發了 那你 Suppose 有一個Pattern Right 按幾十年 但是 不同國家 有不同的Rule 歐盟 或者北美 有很多的協約 以至到 你可以 有一個比較 就是 不需要 逐個國家 去 擊破的 一個 關鍵 但是 始終全世界這麼大 的時候 你要賣去不同的地方 始終有不同的 Pattern Right 你要去 register 所以變成 現在來說 譬如 中國那裏 是 對於外國的 一些 很Sensitive 的東西 譬如 藥物其中一樣 它都有超大管制 中國什麼都管 連電影 進來播放 都會管 何況藥物呢 所以 他們去打 那個Pattern Right 早前 譬如 GSK 有個醜聞 就是去買通官員 來令到 藥物件快一點 這些 是 暫時有發生 一件 其中 就是因為 他們很勒鬥 另外 你們都是 索通姐 這是 外界對中國的 某一種 觀念 或者全世界都覺得 它是可以買通 但是 最後就爆出 醜聞 事實上 那一次真的 買得通 但是 後來被人揭發出來 這是其中一個障礙 另外一種障礙 就是 當你有一種藥 譬如 E Cancer 但有人 另外 發展到另一種更好的藥 例如 你的模式 就算是可以保護 以外 你的藥物也賣不到 這麼好的價錢 最後就是 你的模式 可能 過了幾十年之後 就會 沒有了 然後 就讓全世界去競爭 或者抄襲你的時候 你的藥物價 會低落 到高低 比較強的例子 就是 例如 不同的 有些 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 變成現在最大的生產商 就是中國 因為 那些沒有圖案 那些 你都沒有肉 你不如讓它做完 維他命丸 是其中一個 維他命丸 好像沒有圖案 但是 那些 是人都可以做的 那你又未必會賺 你純粹靠 那個 標榜名 威威 有人會賣你 或者你標榜天然 就可能會好一點 這個題外話 所以 若蠻股 如果 他的 絕對 已經有 標榜的 越多 就越穩陣 就不會靠死一兩隻 而 另外 以例子而已 例如 這除了有20隻 藥寶 除了有最大的二隻 那另外 另外它有賣醫療器材給醫院 還有它有消費者的商業 例如浪口水 或者是泰能鑼 甚至乎是皮膚治療和皮膚治療 這時候它就會複雜 變成任何季節優惠在商業系統中的問題 就可能可以順利地過渡 講回Sanofit這間公司 它主力是做藥的 不是做器材或客戶 主力做藥做什麼呢 最大的Block就是做Generic 或者是最近收購了一間研究Ecancer的公司 然後就會有些二島素做疫苗 例如你每年打雙風疫苗 現在它將市場上市推到第三世界國家 因為它一來需要 二來是它這間公司的 那間公司的 企業頻道做得很好 壓力就是 它收購的那間 Cancer公司 有很多人 評論它的收購價 比較貴 變成沒什麼肉食 另外一樣壓力就是 它打入中國市場 又是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我覺得這間公司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你的外交手腕做得夠不夠好 這個就有待改進 以至於這間公司 如果你說比特朗普 無論是它的資料 夠不夠廣闊 又或者它那個R&D的費用 是不是過大 再加上它那個 就是 它那個 overall來說 那個Network 各方面的 那些藥物 究竟 有什麼不同的功能 都相對地 我覺得是比較弱的 但是 Johnson & Johnson 某程度上 都是那樣東西 究竟市場有沒有坐價 Johnson & Johnson 就不停地升 升到現在 我覺得是 都很貴 但是 Sanofit 它就由 過去50元 on average 跌到現在是38元 所以 我會覺得 它是有 Potential 升回 至少升回 45元 市場估值 都是值50元 那 變了 都有點肉食 再加上 就算 不可以 可以搜 因為它的 Difident 也有4% 那這個是我 對 就是 我的 suggestion 再加 強調一樣 我都是 藥物股的 粉絲來的 我 In Long One的 Train 全球 對藥物的消耗 和花費 只會越來越高 無論是 歐巴馬 或是 不同的國家 都會 增加健康 去買票 都好 這件事 只會助長 令到它更高 當然 可能 提供一些 供應 的問題 例如 為什麼 藥物公司 可以賺這麼多錢 但如果 不賺這麼多錢 又沒有人研發 例如 漸動人的問題 就是因為沒有人研發 所以它就要用 無權的方式 另一件事 就是 究竟 會不會趁你病 拿你命 那種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 人類的 生命 是越來越高的 但是 這些藥物公司 你可以說 它們是 帶著一種邪惡 但同一時間 它也都為了 如果 建基在 生活期望 來說 它們絕對是 貢獻 一個很大的貢獻 那 另一方面 當然 你長命了 不代表 特別健康了 以及吃藥 很多東西 預防性於治療 有治療的過程 都是辛苦的 但是 你又不可以賴藥物公司 有不少的挑戰 甚至乎 你看荷里活的電影 就是 那些藥物公司 是製造一些 病毒 來 弄死你 又治療好你 不少電影 都是這樣說的 但是 這個我覺得 過分一點 我想 頂擾一兩單全世界 但是 其他大部分 都不應該用這種陰謀論 來看 那 希望大家 身體健康 試過 試過 有一次 有個 CEO 來到公司 說話 不是那間公司 但是 我免得說哪間 然後 說 其實 今次 這個 冬天來到 很開心 因為 很多人生病 哈哈哈哈 就是 因為 它是一間 相對地 藥物公司 很搞笑的 聽到 但是 聽到 又會有些 深厚 究竟 你投資在這些公司 裡面 你想人生病多些 還是健康些 有一種矛盾 今天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大家